大家欢迎收看视频 现在是12月7号的凌晨10点时间段 那我现在这个视频就快点说一下 首先是说一下 这个市场现在也就是集中了 等待FDA疫苗审核 12月10号也就是在星期四的时候 我们看看接下来市场会有什么比较大的波动 其实这三天的话 其实我倒不怎么关心 可以忽略不计 主要是星期四跟这段时间 还有就是12月11号 这个纾困方案 一般来说会有些有进展 因为不然的话 好像我记得是说 政府会shutdown 所以说为了避免shutdown 几乎现在因为民主党共和党之间 这几天我所看到的新闻的了解是 双方好像是有一种比较缓和的迹象 双方都愿意 就是说先 就是民主党那边已经说 OK好 9000亿是吧 那先来吧 也就是说现在双方开始有点妥协的声音 已经开始出现了 所以这个就在那是在11号 OK 然后10号的话就是 Fizzer的疫苗的审核 会有答案 目前看才 就我看到的新闻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FDA会不批准吗 因为现在美国这边 大家知道疫情非常的 还是很严重 还是很严重 还顺问一下 Madonna另外一个公司 叫M开头 Madonna那个公司 是在17号 我刚才看到新闻是说17号 大家可以去 凡是它是在下一周 下一周会说结果吗 这周的话只是Fizzer 并不是Madonna 所以大家就稍微记一下 OK 然后其他的 旁边新闻 其实没有太多的新闻 没有什么太多新闻 不过我也稍微流量一下 不过因为 也稍微流量一下 不过看来是没有什么大新闻 然后是 关注下IPO IPO吗 这有时间点吗 等下说下IPO 这两个IPO 一个是Airbnb 一个是Doordash IPO 都是在这个星期会有IPO 我觉得啊 我个人看法不是觉得 所以我 我就是我先不看他公司的业绩 什么赞本 什么financial statement 因为现在根本也没有 也看不到 是吧 也看不到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从 我脑中想象一下 从现在到未来 三年 或者未来五年 或者未来三年 这两个股票 我觉得潜力非常巨大 我个人的看法 NBAB它是大家都知道是做什么了 不过相比之下 我觉得Doordash更强 Doordash因为它是做送餐的 这两个相比我个人看法 Doordash更猛 它对于经济的我们叫recession proof 它比这个更强 NBAB其实还有点像 有点像discretionary 就是非名声必需品 Doordash 其实我的看法是更稳定一点 大家多说几句 就说一下 还有具体的时间点 还有就是我认为 我会怎么做 我首先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说 我不会在他的IPO买进去 我不会在IPO买进去 因为很多情况 像IPO的价格 跟你真正买的价格差别非常大 大家知道像很多人 我们很多人是买不到IPO的价格的 所以我觉得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接下来怎么做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当时的Uber的 或者很多这些公司的IPO吗 OK 还回复一下FE跟NE 这个是上个视频的留言 我这里回应一下 一个是关于FE 就是first energy 图形上看似去 看上去似乎止跌 是否可以长线建仓 我现在就先跟你说 我觉得是可以 我不是说觉得 我认为是可以 FE 还有一个是NE 那么这两个NEE跟FE 都是属于人呃 这里说能源是属于发电类型 发电的类型的人员吗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石油公司的人员 这里要我稍微说清楚一下 不是石油的能源 是 等一下 我猜猜 这两个都是属于UTILITY吗 都是属于发电公司的 然后说一下 AT&T长信 我记得我在上周讲过那两个公司 目前都表现不错是吧 一个是CBS 一个是Tyson 我们先说看一下CBS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这个地方我之前在这里说吗 这几天 哇从67块68块涨到74的 很夸张很夸张真的很夸张 另外一个是Tyson 这几天是一直涨 这个提到 就是从这里突破吗 开始一直往上走吗 我觉得这两个公司 到目前为止 其实价格都还算OK 虽然说不已经跟前几天 跟前一个月相比差了一些 但是呢 如果是单纯做长线的话 其实是OK的 其实我当时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做长线OK 因为当你是长线的时候 比如说打比方吗 你一个地方 有时候你 我打比方 就是 我想想怎么解释 OK 好 比如说我们的最佳位置 是在这个地方吗 好吧 我们比如在2015年 14年 15年 16年 这个地方是最佳的价格 好吧 我看一下 那么 如果说有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错过了 你会觉得 OK 我等一等吧 等到什么时候再回来 谁说你会放弃 你会觉得 我一定要等到 它回到下面的Sport 再买进去 但是问题出来了 有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 他不会下来 他就一直从 45块 45块 是吧 他就一直往上走了 也就是说 你为了等 为了能够省下10% 好不好 10% 你就错过了 50% 60 70 80 这样子的涨幅吗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有时候 当然我不知道会不会 这可能 也许他会 接下来这一两个月 可能会下降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这里是均价 只是这个系吗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价格 目前还算OK 当然 其实前一两个月都已经提到 一直提 一直提在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开始起飞了 CBS也不错 好 但是我等下会在这个地方 AT&T 我查查 跟大家消息 细一点的分析 AT&T和股息 跟他的公司一起报告 我们就稍微看看 我觉得不错 还有他的这个产品 叫HBOX sorry HBO MAX 在 在哪里 在这里 对我稍微提一提 这个AT&T 我觉得这个公司 可以放长线 不错 即使他股价没有怎么涨 单纯就股息来说 也是相当的高的 好 我就说一下这个新闻 FDA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 Forest Factory 这周没有什么新闻 就那个星期四有个CPI 美国的CPI USDollar 好吧 就这样子吧 然后疫苗方面 我看一下首亿这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新闻了 我看一下 下面注意一下 刚才我看的时候是没什么新闻 我现在再看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GD 算了JD 看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或者说 那我眼前一亮的新闻吗 没有 没有 OK 没有 好 就 说到川普了 这个川普反正已经定下来了 我不能说定下来 就是说 最近的话有个选举人票 现在的选举人票 的人数已经 已经 那个拜登已经多了 你看包括 大家看一下 包括乔治亚州的共和党的人 这个Election Officer Official 都说 包括我刚才今天看到 乔治亚州的州长都说 川普这个 没有太去理会川普的律师团队 关于Fraud的claim 也不怎么理的 所以说 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 就没有 这个是定下来的 没什么问题 好 我去这样子吧 那我就没有什么新闻 就是确实我已经居然 没有什么重大新闻 我现在就开始说一下 这个IPO 好不好 IPO 这里有讲到 本周重大的关注吗 我看一下IBD这边 IBD这边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里有讲到Pfizer吗 大家看一下 这里跟Madonna MRNA Coronavirus Vaccine On December 17 这个Panel 将会在那天 就去 开个会吧 所以说Pfizer先开始 是10号 Madonna是17号 17号 来看一下 好吧 就这样子吧 没什么新闻 好 我先去说一下IPO 我觉得这周比较意思的 是星期四星期五的 这个疫苗是开会吗 另外一个是MB&B跟Dodash MB&B大家我们都很熟悉的 做什么没什么可说的 他这里有讲 然后就是DoorDash 其实我之前有听过 我自己我个人是没有用过DoorDash 但是我看到他的网站 真的是做得很好 包括我当地的 比如说我当地叫Chipotle Great Wall Five Fingers Pubbys 是吧 叫什么Pubbysa 这个我没吃过 就是说你看大家这颗粮 这个是说已经closed 就已经关门了吗 Free Delivery OK Free Delivery 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 这个中餐吗 我们在美国中餐吗 按进去之后 然后呢 你写地址 Delivery 这个费是零 但是顺便说一下 我不知道小费怎么给 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在Dodash用过吗 我不知道应该来说有小费吧 小费应该没有包过去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那个 他只有Delivery跟PickUp 哇 大家看一下多么好啊 你既可以 你可以在网上订单 然后呢 可以过去PickUp 然后也可以做Delivery 哇 我觉得这个公司啊 我个人认为啊 比Airbnb更强 更有潜力 它的对于经济的抵抗力更强 因为大家都要吃嘛 是吧 就像我们这次的新冠爆炸 病毒爆发 很多人在家里照样还是点餐 订餐 我们的这个餐馆的这个突购是吧 这个外卖一直都有开的 所以说Dodash 它在这种环境中照样可以 就是生意啊 有 还有吗 甚至还更好 因为很多人要外卖嘛 是不是 而你那个Airbnb就不一样了 其实Airbnb最近的话 挺惨的 非常的惨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 这个很多很多人都没办法 因为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没有办法去到处旅游 或者说去去去玩 去住去住嘛 这个Airbnb生意挺惨大了 最近这段时间嘛 不过还好现在开始逐渐开始这个恢复啊 但是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所想要表达就是 NB它是一个hotel吗 它是属于discussionary吗 是属于非民生必需品吗 不像什么Paxi 不像Pax Coco可乐 不像沃尔玛这些吗 或者说Kroger这些是属于consumer stable吗 它对经济的环大环境的影响是 比较稍微大一些嘛 NBNB嘛 这个东西 相比之下 DoorDash就基本上 可以说是reception proof 我觉得DoorDash可以放长线 超长线 我实在找不出它有什么缺陷 但是现在问题在于 要不要买 什么时候买 这是个问题吗 好 我们就 所以说这个我们是基本面 是有些情况下 像这种基本面根本不用需要想太多 是吧 但是我不知道这公司现在有没有盈利 其实也不是非常重要 很多像这种类型刚开始APO 很多他们都没有盈利 但是股价照样可以涨 10倍20倍都可以 只要它能够资金 这个cash flow能够维持得住 就OK了 然后逐渐逐渐慢慢走向 Profit就像特斯拉 很多很多年都是亏损的 对吧 但是这公司照样是不是涨了很多倍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top city New York City Los Angeles 是吧 Torrento 所以这里很多地方 嗯 我不知道可能以后它会像其他国家哦 Montreal 哦 这个是呃叫什么来着 加拿大的吧 也Montreal Cini 哦是 sorry 这是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的 其他国家也有了 哇 不得了 这公司 Dodash 好吧 那好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我个人看法要怎么个 我的思路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 呃 Uber 好吧 嗯 Uber的话是这样子 这个情况吗 我是觉得就是 他一开始Uber在这里吗 IPO 是吧 我们回顾一下 IPO在这一天 OK 这是开盘价上来下来 Bong第二天下降 然后呢 你你你你你 Bong 款价 一个月之后 两个月之后 款价一直接接接接接接接 然后最后最后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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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经历啊 非常的挫折 非常的挫折 是吧 这样子 这样子 那么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等待一种旁边叫 Cup and handle pattern 就什么时候 如果能够出现 比如说上来之后 冲上去 break out吗 到时候再说 所以说我在想可能投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我觉得 我可能胆子小吧 就是我自己印象中 好 还有我看到一些书籍吗 就是他们认为 就是IPO的投 一两个月 一般来说最好不要参与 如果如果现在要做旁边 因为你不然的话 没没根本就没有旁边 因为你一开始开始几个月 一两个月 这个根本就没有旁边 是吧 或者说太短 你不能够是要按照 就是如果做单纯做日线的话 你几个星期实在太短了 所以一般来说至少能够以月为单位 比如说比这样子 你断一断时间到时候突破 或者说这样子 然后再就是flag pattern 或者说是cut and handle 这样子吗 或者说是double button 或者说triple button 三个反弹 这样子吗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就是我的看法吗 就效率等可能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看看到时候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旁边 然后到时候再错 要么就突破 要么就是反弹 这样子吗 对 这个是所以我觉得可以 不需要是止损 就放一段时间 这种吗 这是所以比较 我觉得非常有前途 dash叫什么 dordash 比 我觉得比ambamb更有潜力 至少我觉得 从分析人的 分析的 大小方面吧 我觉得多带就会 小一点 这样子吧 好 下一个话题是 回复一下F1跟N1 那你先说F1 对 我确实看到F1的话 旁边确实很不错 大家看一下这个旁边 这个旁边 没有 我觉得挺不错的 这个旁边吗 是过去 十年的 从2009年 到这个地方 0912 现在在这附近 其实 大家开始 从2017年 18年 就没有 就一直往上冲了 一直到 疫情爆发 开始 绑狂价 其实我在想 其实有点奇怪 这段时间 为什么这几个星期 这个月 它没有跟着大盘 或者说整个盘面 整个大环境 一起往上走 其实我也不太 有点奇怪 是吧 有点奇怪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 单纯从技术分析面 从价格波动 来说的话 现在却价格相当不错 我看它的股息 F1 在哪里 我看一下 再查一查 F1 Fest Energy 它现在股息 是差不多是 百分之 5吧 等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下面 大概在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它的股息 没有任何波 你看 等一下 有点 16年是 36 3.6 它股息其实 不是很稳定 对 它股息不是很稳定 我查一查 F1 现在的股息 它现在股息 股息是5.9% 5.3级 还行 还行 5.3级 看一下 5.359 OK 5.3级 差不多 反正5点级 估计 目前的是5点级 那么还行 至于它的业绩 我其实不是 我没有看它一期报告 不是很确定 它这里为什么 狂见 但是 旁边上来说是不错 因为一般情况下 这种发电股 它的公司的业务很简单 很简单 一般来说都是反正发电 很稳定 还是那句话 我个人看法是OK的 目前的话 确实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非常非常 算是七八年的一个大的支撑位 非常大的支撑位 十来年的支撑位 确实很不错 我只能这样子说 还是那句话 没有100% 仓位管理非常重要 按照一定的比例来买股票 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确实可以放个长线 或者是中长线什么的 好下一个是N11 N11 OK 这个就跟刚才那个 走两个极端了 这个就很稳定 一直往上走 它的股息没有那么多 我记得 1.93 OK 它的股息是1.93 目前我在上周回复 你的回话的时候 我当时有讲过吗 就是它的价格 当时我是一个是在 星期 就设算 OK 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当时 要必须要价格回到 回到这以上吗 然后继续往上走吗 但是它后来价格 一直往下走 所以呢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现在价格 有点很悬 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也不要买 我等一下 我看到个文 你OK 你原来是说分析一下 因为发电股 一般来说 我是没有怎么分析 发电股它的义务 很简单 一般来说 发电股有个特点 你会发觉 凡是发电股票 那些股价本身 涨得高的话 如果高的话 表现跑的话 一般情况下 它的股息是比较低 然后那些 那些就是 涨得慢的话 发电股的话 它们股息 会稍微高一些 这样子嘛 说实话 这两个相比的话 其实我更喜欢 刚才那个FE 就是这里 因为这里的支撑 更加明显 更加强 这样子嘛 我个人是觉得 相比之下 我会比较偏向FE的 单纯旁边来说的话 因为我刚才说 我旁边看很重 我是觉得FE 这两个子 两个子 因为他们都是发电股 所以我会偏向FE 或其实N11的话 要等它反弹 连续反弹好几天之后 因为它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有 总的来说 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觉得如果要买的话 我会至少等它 连续反弹两天以上 两天至少 再考虑不要 好 就这样子 然后现在最后再说一下NTNT ATNT的话 最近 大家知道 应该有个新闻 如果有看的话 就知道 其实首先先看NTNT的旁边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 连续 一天两天三天 等一下 123连续三天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我记得 OK OK 等一下 我给这里 哦 错了 看一下 可以注意到这几天了 不断价格上升 而且交易链也OK 也可以接受 是吧 也是这说明说 这里有一些金主大的 买家杀进来了 那么我们看看 我来看看这个过去 几十年的盘面 从过去1990几年 到现在的盘面 18 1980几年的盘面 到现在 你会发觉 这个地方的价格 确实是过去历史来说 算是个非常好的价格 现在非常好的价格 2018年的时候 对吧 这地方反弹之后 到了这上方 涨到了38 39个地方 然后后来又下来了 所以我在想 我在想 会不会出现 同样这种类似的情况 接下来这一两年 会不会从这里 再涨到37 38 39 就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性相当高了 OK 这就是 这是盘面本身的分析 就是目前这个价格 价位是不错的 这个其实已经讲了好久了 现在就逐渐逐渐走 往上走 大概从这个地方 一个支撑位 算是一个支撑位 超级反弹 反弹上来 然后它的股息 先看看它的股息 现在多少 ATD OK 7.1%的股息 连续涨了36年 连续涨了36年 OK 好的 然后接下来看看 它的公司的业绩 它最近 OK 你看一下 EPS Report 0.39 Adjust 0.76 Revenue 423亿 比之前下降了 比赛年统计下降 而它把这个责任 都怪在COVID里面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确实是这样子 都是COVID Adjust EBITDA 都是DOWN 18亿 都是说COVID 因为COVID Free Cash Flow OK 这里才是我觉得 这个文章的重点 最重要就是这一段 就是Free Cash Flow 那么它这里的Dividend Payout 是多少呢 45% 45% 第三季度 我说实在 它这里45是指的是第三季度的四季 OK Free Cash Flow 是83亿 那么 也就是说 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 为止 Year to Day Payout Ratio 平均下来是57% 这样子 然后Expect 2020 Free Cash Flow OK 预计 2002年的Free Cash Flow 将会达到 250亿 或者以上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今年之内 今年一整年平均下来 大概是在50%级的Payout Ratio 所以说这还是非常宽裕的 因为买AT&T的投资人们 最看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股息高 但是问题是在股息能不能维持得住 那么这里答案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说非常的明显 50%级的Payout Ratio 是没问题的 对于AT&T来说 这绝对是轻而易举 很容易把股息给扶掉 OK identify OK 对 这里是HBO吗 OK 这里还有一个 第二个关键的地方 我关注地方 除了刚才的Cash Flow 股息能不能完整之外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 就HBO Max 的这个国内的订阅人数 Domestic Subscriber Up 10% 在过头9个月的时间里 从1号到9月30号 这9个月的时间里 订阅人数上升了10% 那么现在HBO的一个月的月费 是14块9毛9 OK 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说明说一下 HBO也有在国外 AT&T也有在海外 也有这个电视台和网络 这个你看墨西哥的其他国家 也有它的服务 也有赚钱 OK 好 我现在 看看这个 这个才是我觉得 这几天 为什么 为什么这几天 AT&T能够表现这么好的 其中一个原因 市场 市场分析是因为HBO 有几个大的新闻 HBO 什么意思呢 就是HBO从今年的开始 就是他接下来的 发表的电影 将会跟电影院里面同期放 我再说一下 就是他接下来 从12月25号的电影 的上映时间 上映将会在HBO Max里面 和也有跟我们平时一般来说 在电影院里面同时播放 因为在历史上一般来说 都是电影院先放电影 然后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或者一个月以上 到时候再做成 然后再继续在网络上 或者说做成DVD给别人看 那么如果说HBO Max 能够有这个好处的话 那就会大大增加 别人对HBO的 喜欢吗 就愿意花钱吗 这样是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 HBO的Original 就是原创的作品 有这些 Soprano 这个其实挺出名的 以前非常出名 Soprano 有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HBO的产品 这是他的 还有就是这个Metri Metri Ford 这个Wonder Woman OK 大家看一下一个月是14块9毛球吗 也14块9毛球 如果你一下子付6个月的话 有20%的off OK 那么你想象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吗 Stream new movies the exact same day as a theater 而且没有任何的extra cost to subscriber 我觉得没有理由不买 如果你对这期电影感兴趣呢 根本就很难 没有什么理由不去订阅嘛 是吧 没有扣三 不用交钱了 但是他这有下面 大家看一下 movies and release day subject to change each movie will be available on HBO Max for 31 days from the 这个release吗 也就是说 可以在HBO里面有31天吗 至少31天 三四天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直都在HBO Max里面 过了一段时间会消失 大家怎么 好吧 这些就是HBO的新作品的 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传媒的股票 做这种资讯 这种entertainment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看一下里面都提到了 提到了 提到提到 这下面的股票 我们就加一个 把这个 EA其实最近 这几个其实最近就OK吧 我们来加一个T吧 OK 好吧 就讲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收看 点赞 你分享 然后 我们下次再聊 三次再聊 OK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